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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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指, 今日新增至少20宗初步確診個案 當局考慮擴大沙田水泉澳村檢測範圍 下星期開始 也會向全港安老院社職員進行病毒測試 規管食肆和娛樂場所等防疫措施 今天開始再次收緊, 為期十四天 新加坡國會選舉 李顯龍領導的執政黨保住多數席位 但被視為接班人的副總理黃瑞傑 只是在選區險勝對手 各位 消息指, 今日本港新增至少20宗 初步確診新冠肺炎個案 包括科技大學一個實驗室職員 針對近日出現的爆發群組 政府下星期開始 會向全港安老院社職員進行病毒測試 亦都考慮擴大沙田水泉澳村檢測範圍 水泉澳村名存流確診人數增加到12個人 成為另一個感染群組 有穿防護衣的人員加強清潔消毒 居民出入及密碼都戴上手套 衛生署早前衛名存流的居民 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由於確診住戶住在不同的樓層和座向 初步排除病毒是經大廈後館傳播 當局考慮擴大檢測範圍追查傳播途徑 其實除了這棟樓居民去過 好像它附近的一些商場、街市 其實他們都在那裡派了進 所以立即那個最緊接的範圍 就首先做了 因為其實它全部在其他地方 其實都是有派進的 當然不排除我們風險評估了之後 我們都會擴大那個檢測 現在我們的檢測量就先針對性做了 至於安老院舍第一次出現感染 池雲山港泰護腦中心 有近八成的院有確診 當局下個星期 開始向全港安老院舍的職員 進行病毒測試 檢測的時候 如果你是陰性 就不等於你永遠陰性 所以這個都需要反覆檢測 但我們覺得我們首先做了一次 我們推展了 這個我們會盡快 我們爭取在下個星期立即去處理 餐廳食肆和的士司機群組的測試 陳肇始說會盡快推出 暫時未有實質日期 而且從業員人數多 不排除秋氧檢驗 無線電視機者 梁卓欣報道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重申 擔心現時疫情 下個星期三輸展開幕 亦都可能帶來風險 另外對於有來港機組人員出現確診患者 陳肇始透露 正在考慮要求機組人員啟程離港之前 必須要證明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程陰性 規管食肆和娛樂場所等防疫措施 今天開始再次收緊 為期14天 旺角尼敦道這間酒樓按規定實施限座令 入座人數不可多過整體座位六成 每張桌不可多過8人 亦都要相隔1.5米 心情就差點了 不過都無奈了 沒有這麼唯威 大家這麼親熱 就像今月程 平時有沒有說是多少人出來喝齊 現在有多少個 最少有18、18個 有茶客自被發佈 有時有些人沒有戴口罩 過來聊天的朋友 就免得叫他戴口罩 蓋住他便穩健一點 新冠肺炎疫情在社區擴散 規管酒樓食肆措施 放寬三個星期之後再次收緊 酒樓負責人說要收起 所有十二人以上的大桌 客人明顯減少 現在信心是差很多 通常來喝茶 都很少帶小朋友 一家出來喝茶 通常兩、三個、兩、三個 那些多的 七月基本上 全部取消了 八月頭那些都取消了 現在觀望在八月尾那些都會否取消 和不適的食客搭桌 酒樓會在桌中間 加一塊和食客頭頂差不多高度的膠板 以作分隔 防止口沒飛過對面 另外即日起酒吧 酒館等也不能多過四人一台 健身中心、派對房間、 卡拉OK等表列處所 活動房間人數上限 由十六人收緊去到八人 電影院和公眾娛樂場所不可飲食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兒報道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說會全力協助行政長官 規劃和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入境處長同時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他說會配合著港國安公署維護國家安全 入境處會繼續做好執法 和服務的工作 盡力在方便人員往內的同時 防止任何不受歡迎 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進入香港 破壞香港的治安 入境處會堅定不移 把守國家的南大門 為國家和香港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保價護航 天氣方面 預測大致天呈和酷熱 吹和換偏南風 1點鐘氣溫是31度 相對濕度72% 酷熱天的警告生效 空氣質素健康風險 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 紫外線指數是8 強度屬於岑高 新聞報道員再會 直播 中文字幕支部 感谢观看